朱讯想必大家都很熟悉 14岁进入中演电视台主持 有央视一姐之称 连续多次主持中央联合晚会 2017年1月27日晚 担任2017年央视初晚主会场主持人 与朱军 董卿 康辉和尼格买提合作 然而天度英才 2007年朱讯就因为假装陷癌 暂时告别央视主持舞台 朱讯治疗 现在癌症再次复发 朱讯不得不再次告别舞台 现在朱讯电影有些浮走 比起之前盼入两人 但是在有很重要的晚会上 都会看到朱讯 朱讯的每一次主持 基本上都是零失误完成 在舞台上的朱讯 一样是那屋的开朗 阳光根本看不出生化癌症 他的这种心态是值得我们学习 2003年 王志向朱讯求婚 那个没有玫瑰没有钻戒 但是有心为证的求婚 让朱讯泪湿眼眶 甜蜜的点头 在湖南横东县 王志的老家 一个简简单单的婚礼 宣布了二人的幸福自由开市 希望朱讯能早日康复